在剧版庆余年中 林若福对待范贤的态度一直是一个谜 范贤间接杀害了林拱 而他却依然承认林婉儿的婚事 不过这个墙头草现在又要随风倒了 话节上回 范贤对范贤表明了决心后 爷俩又继续聊了会儿 窃着他们的聊天 范贤也算将京城墓前的情况莫清楚了 对于二皇子和太子之间的较量 也有了一些的分析 只是他所不知道的是 林若福此时依然在不断地观察范贤 此时的相府内 林若福正在和袁洪道下棋 棋盘上黑棋和白棋双方胶着 但林若福落下了一颗黑子后 整个局势瞬间明朗了许多 这局又是相爷赢了 袁洪道看着目前的棋盘 无奈地笑了笑 两人之间的对异 其实每次都是林若福音 这倒不是袁洪道棋数太差 而是所谓的主仆之道了 此时林若福丢下了手中的棋子 神色很平淡地说道 范贤这次归京 反而绝对不可能嫁给他 听到此话后 袁洪道不由地心中一惊 相爷早些时候不是说 接下来只能帮着范贤了吗 只见林若福没有立刻回答他 还是拿起一颗白子 继续落在了棋盘上 此时原本占优势的黑棋局面 又瞬间变成了黑白两虎相争的情形 我现在可以确定 范贤身边有一个神秘高手 所以拱儿之死 必然跟他脱不了关系 此时林若福虽然看起来很平静 但林拱的死 依然是他心中过不去的坎 可是这门亲事 是陛下亲自定下的 就算是相爷也不好阻拦吧 袁洪道自然是知道林若福的意思 但也想不出有什么办法 能够让范贤娶不到林万儿 让万儿改变自己的心意 林若福又在棋盘上 落下了一颗棋子后继续说道 如今陛下心中所想 也跟之前是不一样了 这句话已经透露出了老狐狸的心思 无论局势如何的区变 都要向着龙椅上那位的心思啊 范贤此时已经不让那位放心了 终于回到京都 范贤的复仇之路正式开启 客官 看您风尘仆仆 想必是第一次来京都吧 回这里有一份京都看余图 这可是如今唯一一份 不要两百 只要 哎 客官 你再看看 黄启年回到京都传完话后 就一直留在了京都之中 但因为范贤不在 他一个月五十两银子的收入 没人发现 现在只能开启自己的老本行 不然回家拿不出钱 又会被夫人责备 客官 我这里有南庆诗神 小范大人的诗集一份 这可是小范大人亲自所写 天下至此一份 黄启年见到看余图 现在是不好卖了 便开始卖范贤的诗集 没想到还能卖出去两侧 也算是开了张 就在他继续寻找下一个冤大头的时候 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 黄启年 黄启年转身找了一下声音的来源 立刻就在人亲中 看到了他的专属冤大头 哦不 是专属的财神爷 小范大人 你总算回来了 黄启年有些带着哭腔的 跑到了范贤的身边 一把将其抱住 嘿嘿 大听广众之下 男男授受不侵 范贤将黄启年推开 有些无奈地说道 那是那是 黄启年放开范贤后 对着范贤竖起了五根手指头 不知小范大人可否还记得 记得记得 回头就给你送家里去 范贤有点无奈地看着这个财迷 但不得不说 钱在黄启年这里是真的好用 行了 赶紧上车 范贤招呼了一声王启年 将他带上马车后继续前行 黄启年刚一进入车厢 就看到了两个大美女 小范大人果然厉害 黄启年坐在了范贤的身旁 不由地对他竖起大拇指 范贤无奈地摆了他一眼 便开始跟王启年分析当下的局势 让他没想到的是 之前阎兵云归京后 就成为了监察院四处主办 范贤刚回京都便遇大礼包 二皇子铁甲相腰立下马威 在范贤和王启年在马车中谈论的时候 外面突然响起了盔甲撞击的声音 随时车内的几人脸色瞬间紧张了起来 范贤则是等待着外面人开口 小范大人 二皇子有请 马车外传来了一声浑厚的声音 还真是说草草草草草道 走吧 一起去见见这个秋后大蚂蚱 范贤说完 起身就往外走去 那个大人 我就不用去了吧 刚想起来 夫人还找我有事 黄启年刚要拒绝范贤 却被范贤一个眼神瞪了回去 大人且慢 惹我在前探路 看到范贤的眼神后 王启年立刻改变了自己的脸色 郑重地说道 虽然语气十分地诚恳 实际上却一直跟在范贤的身后 对了大人 您说的那个曹操是谁啊 天下轻功第一人 范贤随口回了一句 就开始思考这次二皇子的举动 其邀请自己的潜在意思 莫不是要向自己示威 就在范贤思考的时候 已然被带到了二皇子的面前 只见此时街道上空无一人 正中央出现了一个小亭子 里面坐着的正是那位二皇子 殿下 范贤上前两步对着二皇子行礼说道 这红楼果然是妙 真让人百看不厌啊 二皇子听到范贤的话后 放下了手中的红楼 然后招呼范贤坐到一旁 范贤也没有任何的迟疑 坐了下来 而王启年则是找了个地方晒太阳 反正这两人的话 他也插不上嘴 此时范贤和二皇子的正面交锋 正式开始 那么这一次二皇子跟范贤之间会发生一些什么呢 接下来说 庆余年第二季十六 二皇子来求和 许诺范贤庆果第一全臣之位 藤子金的仇 范贤并没有忘 二皇子必须要付出代价 话阶上回 二皇子将手中的红楼放了下来说道 真怀念之前 你我第一次相见的感觉 当时的你足够的聪明 为人处事上也十分的精明 最关键的是还不让人讨厌 但现在的你 我不太喜欢 多谢殿下太爱 不过我对男人不感兴趣 范贤倒没有任何的拘束 拿起桌子上的水果就吃了起来 听到范贤的话后 二皇子的脸色不由得有些难看 你我之间可还有挽回的余地 二皇子目不转睛地盯着范贤 打算从范贤的身上找出一些东西 只要你既往不救 我可以帮助你成为庆果的第一全臣 这句话一出 二皇子也算是做出了他目前最大的让步了 哦 是吗 范贤听到二皇子的话后 不由地笑了出来 天下也有些太过于天真了吧 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死了这么多的人 殿下真就以为 一句话就可以将这些事情盖过去 此时范贤的声音是越发的冰冷 眼神也越发的凌厉 殿下 真当我范贤是那种为了利益牺牲他人的人吗 听完范贤的话 二皇子先是愣了愣 紧接着就是对范贤这种满嘴的人意道德感到不屑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你又何苦为了一个小小的下人 而放弃自己的大好前程呢 对于殿下来说 死的可能只是个下人 但对我来说 杀了我兄弟 还劝我别放在心上 许久不见 殿下真是越发的天真了 范贤此时的话里 亦没有任何的温度 殿下要真想与我重修于好 也不是没有办法 只要交出牛兰街刺杀案的真凶 那么之后的事情 我都可以不放在心上 范贤此话一出 二皇子脸色瞬间阴暗了下来 此人留不得 在庆余年中 范贤和二皇子的勾心斗角 究竟是谁才更胜一筹 范贤所要的牛兰街刺杀案真凶 虽并未点名是谁 但二皇子自然知道 范贤指的就是自己 你是真当我到了 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此时周围的铁甲军 已经七七围绕在了梁亭周围 只要二皇子一声令下 他们范贤的人头 现在已经落在了桌前 殿下还真当我是刚入京的厨 范贤并没有任何的害怕 毕竟现在的他 已经有能力和这位皇子抗衡了 别那么激动 二皇子看到范贤严肃的样子后 笑了笑继续说道 你现在应该清楚的是一件事 你和林婉儿的婚事 如果没有我的同意 你是娶不了他的 听到这话后 范贤的眉头稍微皱了皱 我和婉儿的婚事 是陛下同我父亲斯南伯定下的 二皇子怕也是阻止不了吧 不信 那你可以试试 二皇子有些晚味地看着范贤 果然用林婉儿来拿捏他好用许多 我也不跟你拐弯抹角了 你要是能对北齐事情闭口不谈 那么是你的就都是你的 不管的林婉儿还是内裤 又或者是谢彼安都可以随你处置 这个交易对你来讲 可谓是百利无害 对于二皇子来说 他杀掉藤子金的那些事情 都是不值一提的 真正重要的还是圈养私君 以及联合长公主在北齐进行走私 这些要是被放到明面上来 那么他就彻底的无法翻身了 虽然陛下对这些事也是心知肚明 不过没有深究 并不代表他不在意 如果范贤非要将这些事情 抖到明面上来 恐怕就不是他能够处理的了 所以范贤这个硬茬 他必须要拿捏住 我和婉儿的婚事 从不是他人能做主的 我要想带走他 谁也拦不下 范贤说完这句话后 便转身离开 那么藤子金的妻儿呢 范贤还没走两步 就听到二皇子狼声说道 此时的范贤脸色彻底的沉了下来 二皇子这是要彻底撕破脸皮啊 范贤想破脑袋也想不到 二皇子竟会如此的难缠 首先是庆国第一前程 再是林婉儿的婚事 最后是藤子金的妻儿 二皇子看似毫无张法 却是一缓扣着一缓 而对于藤子金的妻儿 范贤一回京就开始寻找他们 询问过父亲范贤 范贤则是对此根本不知情 之后范贤又找到严冰云 同样没有任何消息 所以这一次二皇子邀请他的时候 他心里所想的就是藤子金的妻女 落在二皇子的手里了 而这一下也彻底证实了范贤的想法 回想起二皇子当初那封信中 所提到的庶人 范思哲和费老二人 是目前二皇子很难动的 他们一个背后有斯南伯范负 一个有监察院做背景 其二皇子如今的实力 懂这俩人 他是给自己找麻烦 唯独藤子金的妻儿 没有任何的保护和背景 也是如今能拿捏范贤 最好的一张底牌 藤子金未就范贤而死 如果他的妻儿再因此牺牲 那么范贤会对藤子金会救终生 你感动他们 会定会与你不死不休 此时范贤已然暴怒 正好中了二皇子计策 放心 好吃好喝的供着呢 短时间内不会出现问题 但时间太长了 我就说不准了 二皇子没想到这一招 对范贤这么好用 便乘胜堆积了一下 而范贤也在这一时冷静了下来 他知道今天这场博弈 是二皇子最后的集会 成则万事平安 不成就只能拉着 藤子金的妻儿陪葬了 但范贤会任由这种事情发生吗 当然不能了 因为二皇子自始至终 都不知道范贤是一个怎样的人 那么范贤会如何救出 藤子金的妻儿呢